信这个字能够帮助一个人 只要你相信佛的话 你就能够得救 你不相信佛的话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烦恼去造业 那将来果报自己自说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所以佛在《华原经》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了 讲什么呢 你看 信为道元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善跟善法都是一样 所以你的善法 你的善根从哪里建立起来的 都是从信心而建立的 所以信心是重道之源 功德之母 若没有信心 一切善法是不能增长的 有深信 一切善法 修行才能增长 一切功德才能拯救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的法身贵命 都是从深信而生起的 今天能够得人生 闻到佛法从哪里来的 你对三宝有相信吗 你过去深中 对三宝曾经借过语言 你曾经听过这个法宝 你曾经听过这个佛法 所以你这一生又得人生 得人生又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今天你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净土 不是偶尔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偶尔的 就是因为你过去深中中了许许多多的善根 这一生又遇到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尊佛要出现在这个世界很久 你看那个米勒菩萨还多长时间才能够出现 57亿600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每一尊佛到这个世间 只讲一些事情最主要的 因为它出现 都是因为其他的宗教做不到 如果世界上的宗教能够做得到 佛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会的 而世间的宗教做不到是哪一件事 了生死 他们做不到 因为他们最后的只到天界 他没办法 天界没办法了生死的 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的 佛法才能够带到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尊敬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珍惜 要好好念佛 好我们再看下面 看下面 那念佛的人 首先一定要以信为基本 一定要为信以基本 因为这个是基础 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节 说得很详细 我现在把它总和起来 分为七种来说法 所以偶一大师 为我们说明 把这个信 讲得很详细的 非常详细的 所以借这个因缘呢 跟大家来分享 信有几种呢 总共有七种 哪七种呢 我们看第一种 是什么 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相信 相信谁的话 相信佛的话 信佛言吗 佛是指谁呢 就是指我们的教主 我们的教主是谁 释迦牟尼佛 而我们的教主 今天教我们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 第一要信的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法语 你看哦 我们的教主 他不但没有叫我们 念他的名号 而且 请我们赶快念阿弥陀佛 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 其他宗教 你要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 你首先必须要相信的 这个佛教的区别 跟其他的宗教都是不一样 首先叫你要相信佛言 你看那个基督教 听主教你一进入 你就明白了 首先先叫你相信谁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 真的大慈大悲 他不教我们念他的名号 他有没有生气 没有 他没有生气 固执我们 赶快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教我们要互相的赞叹 不要互相激怒 你明白吗 那我们人 平平常常犯这个毛病 什么毛病 基督心很大 那我们今天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一天不嫉妒心的 请举手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听话 你真的要听话 你要老实 我教你怎么念 你又跟着怎么念 对你一定有好处的 所以呢 你看下面 佛是怎么说的 佛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你看到 佛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而法会三百亿会 结集起来 有经历 论三丈 我们应当要遵守依照佛所说的法 来修行 来念佛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看哦 佛讲经了四十九年 整部大藏经 从经历论 大部分的 就是教我们修什么 教我们修念这句阿弥陀佛啊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 也是成佛念阿弥陀佛的 各位详伦 订阅